沙拉越周选投票日倒数九天 候选人分秒必争的败票 国阵直属候选人拿督斯里黄顺葛 已经蝉联四届的八旺阿山中一席 面对有史以来的第一场五角混战 当中更包括了一名一般独立候选人 令人担心拥有四成一般人的八旺阿山会否变天 对此黄顺葛仍然信心满满 相信自己可以打出漂亮一战 来看记者陈思玄从事屋发回来的报道 沙拉越周选竞选活动来到第四天 八旺阿山果正直属候选人黄顺葛 今早现身来到距离诗屋一个半小时的常屋区 探访一般议住户 还与选民一起享用传统酿酒 虽说八旺阿山是一个以华裔居多的选区 但其实一般主也算了大约四成左右 这次除了是八旺阿山第一次迎来五角战 也是第一次迎来一般独立候选人 不过这一切看在国阵资深老将 那都司令黄顺葛的眼里根本不是一向威胁 反而有信心可以以更多多数票取得胜利 不过他离开我们八旺阿山区很久很久 从来都很早回来 我觉得连他的亲戚朋友都告诉我说 他们也不会出去他 所以我就感到比较安心 已经连续五届在八旺阿山胜选的黄顺葛 也呼吁选民再给他五年的时间继续改善当地生活 因为我的区域很大 有的区域我还没有做到是全是美 我要加紧努力 所以我要求人民再给我五年时间 肯定在五年之内样样都好 提及在野党在竞选期间主打喜马克提 黄顺葛重申 这次是州选 选民临选的是智里沙拉越的团队 不应该硬把全国课题牵涉其中 记者陈思选沙拉越失误报道 ối含 世青 Flora